我是甘草人物 虽然生活算甘逼 但我不甘扣 不是因为有甘梅地瓜条跟甘蔗之类 是啊 哎哟 因为花一种甘荒书 我对我的选择就要给它甘之如意 甘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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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阿安甘草坛 什么啊 菜坚坛啊 什么你老人吼 不是什么啊 日月坛 不是 天邦夜坛 欢迎来到阿安甘草坛 哈喽 现银哥非常开心 您可以邀请到他 就是那个很帅很有气质的那一位 谢谢 谢谢 他是个爸爸好吗 对 好啦 就是我们也知道呢 现银哥呢 他也是2016年的那个立委的参选人 那我一开始呢 就想要和他聊一下 为什么会参选呢 嗯 那个我是参选这个大安区的立委啦 因为在呃 其实是今年1月16刚选完嘛 去年大概9月16 虽然做决定有点慢 大概是打了大概三四个月的选举 不过那时候为什么会出来选 其实有几个主要的一个目的啦 就想说啊 那现在选举 其实是一个很好传递这个家庭价值的机会 啊 那接着政策的提出 然后跟选民的接触 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嗯 然后我们也觉得说 现在台湾的选举文化 其实不是那么的好 或许我们可以试着打造不一样的选举文化 嗯 那再来 其实在我的身边有很多的年轻人 其实他们也很需要一个 可以去啊 关心公共事务的平台 然后所以我们就做了这样子的决定 就是包含教会还有很多鼓励我的朋友 他们就 当然我那是代表 心心希望联盟出来参选啦 嗯 那这个政党也是一个新成立的政党 他们就很鼓励我说 嗯 那你要不要来 啊 出来 我考虑很久 上半年就考虑 一直考虑到最后下半年才决定出来选 嗯 那在 我相信呢 在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啊 一定有非常多的收获 还有非常多 而在选后 也应该也会有很多的反思 那不知道 呃 现银哥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部分 啊 OK 在参选 其实大家对选举的一个印象 我想应该是 啊 觉得候选人 第一个 很辛苦 嗯 第二个 大部分人不喜欢政治人物 所以 呃 有人就这样开玩笑的说 不过也是事实啊 人们说立法委员是 这社会声望倒数 哦 就是说 啊 就是 啊 就是 就 就是说他到底是社会声望排名怎么样 好 那有人就说他是社会声望 倒数第二名 真假的 对 然後 但是 大家不知道怎么笑 因为不知道 倒数第一名是谁 那第一名是谁 倒数第一名是黑道 哈哈哈哈 所以他是倒数第二名 所以很多人对选举其实是有一点吃之以鼻的 对台湾的选举文化充满了很多的抹黑攻击啊 这些东西 但是 其实我在这次的选举当中 发现 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目的啊 我们出来选发现 哇 这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可以让我们可以真的很 有一个平台很光明 正在很顺利的方式去走进社区社群 嗯 然后进入到很多的一个团体当中 或者是各个社区国宅 或者是街头巷尾 菜市场 当我们进去的时候 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我们进去之后有一个很大的收获 就是说 帮助我们更多的了解到大家的需要 而且也听到大家的声音 那这个东西让我们可以把它返除 那可以去想说大家的需要在哪里 那也可以堆住更好的政策 或者是思考这块土地 百姓他真正的需要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是记得听到大家最需要 最迫切的东西是什么这样子 非常的实际 对 那我自己是觉得说 像我自己在大安区生我很久嘛 那其实我在这边念大学 结婚生孩子 可是我从来不晓得 原来我大安区有 大安区有分成这个 53个里 那选举人有23万多个选举人 有大概2300个投开票所 每个投开票所大概有1400人 那大安区是整个台北市平均年龄最老的 那其中 这我听得非常的惊讶 对 就是说你不晓得一些东西 因为一个你生活在那里的一个土地 一个地方 但是其实你没有从一个这样的机会 或一个角度去了解的时候 我发现我出来选择发现说 原来他有很多的一个长者的需要 家庭的需要 那大安区也是学校非常多的一个地方 对 应该是最多的一个地方 所以他是文教的这个需求 跟文教的这个经费 还有他的年龄的人口的结构是这样 所以大安区其实很多的家庭 那也很多的这个长者照顾的需要 也很多教育方面的需要 对 教育呢 我觉得我们现在大安区我们学到太多 因为我们都在这边受教育 可是我们都学到学校的知识非常的多 可是交友 恋爱 婚姻 到底这个这方面的教育 我们好像从来没有接收过 那我很想问盛宁哥 因为这部分我知道是爱传也会在推广的这件事情 就是交友 恋爱 婚姻 为什么到底有什么了不起吗 这真的要教吗 每个人就会谈恋爱啦 为什么要教呢 对 就是很多人会想说 那你说你出来要就是参选要传递婚姻家庭价值 那到底要传递什么 或者是刚刚主持人问的说到底要学什么 那其实我觉得我是这样觉得啦 其实从我个人的经验 我觉得从小到大我们学的是什么 数学 博文 英文 对不对 对 物理化学 对 那都是学这些 可是有没有人教我们怎么样挑男朋友 挑女朋友 妈妈会说两句而已 大概妈妈会讲一讲 朋友会就是给点意见 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对 发挂一下 对对对 然后那个那大家就是 就是自己尝试 要不然就跟谁学 跟媒体学 跟电影学 对 对 那这就好像就是说 其实我们想说开车上路 可是其实我们开车上路之前 我们应该要去驾训班 学习怎么开车 知道交通规则 我们在开车上路的时候 我们应该拿到驾照 然后就会有愉快的经验 我们就越开越好 对 但是很多的时候我发现 现在很多的年轻人 就是可能在情感的路上 或者是他进入了婚姻之后 或者是养孩子之后 其实发现大家在这条路上走的 其实很辛苦 常常听到社会上的一些 很不好的消息 社会的案件 我发现在情感教育 在婚姻教育 怎么当爸爸 怎么当妈妈 这一些事上 其实我认为 人并不是天生就会 那既然不是天生就会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 更多的来学习 更多的来被教导 那因为这些事情 都是影响我们这个人 一辈子幸福很关键的事情 所以我就认为说 交友恋爱 情感教育 真的是太重要了 讲到交友恋爱 情感教育 就让我们想到说 那生不生小孩 现在非常是年轻人 这个完全不用想的问题 大家都不想生啊 现在年轻人大概都不想生孩子 为什么要生小孩 那到底有差吗 差在哪里 就觉得生孩子很累 对啊 分享一下 对 常常也有人问到说 其实生孩子很累 养一个孩子要多少多少钱啊 那你为什么还要生孩子啊 自己不就 自己赚了钱都不够了啊 那赚了钱还要去养孩子 还要花心力啊 很累的 对 到底生孩子给你带来什么好处 有人就曾经这样问我 我说这是一个角度 一个想法的不一样 对 因为如果把孩子当成是一个负债 你认为这个孩子会给你带来许多的支出 它是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对你来讲是一个负担的话 那你当然不会想要去生 就是去养孩子 养育孩子 可是换一个角度想 如果你把孩子当成是你的资产 它是一个祝福 但是你人生当中一个很棒的一个祝福 一个很好的资产 最贵重的资产的话 那你就会完全不一样 你就会完全用不一样的角度去看 我自己来讲 我现在就是两个孩子 那其实我觉得 这两个孩子带给我生命 好大的祝福 我自己当了爸爸之后 虽然坦白讲也是辛苦了 我们假如说不辛苦 那个是骗人的 但是辛苦的背后 其实有很大的一个祝福 很大的学习 很大的收获在里面 好 那我觉得讲了这么幸福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先来唱一首歌 对 这首歌呢 就让我们更知道 怎么样爱我们的家 可以更幸福哦 我们请泽亚老师 每个人爱他 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 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 每个人珍惜 家就有甜蜜 每个人宽恕 家就有幸福 每个人宽恕 家就有幸福 每个人宽恕 家就有幸福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让爱甜甜出你家 让爱甜甜出我的家 五分日夜秋冬春夏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你爱你的家 你爱你的家吗 我知道有时候很难啦 欸妈 帮我拿一下衣服啦 爸 好啦 我知道啦 我会吃晚餐啦 虽然很难 安安也很努力在做哦 爱甜甜出你家 让爱甜甜出我家 五分日夜秋冬春夏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让爱甜甜出你家 让爱甜甜出我的家 五分日夜秋冬春夏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不分日夜秋冬春夏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耶 爱我们的家 家里面有小孩 那 现银哥你觉得 有小孩好处到底是什么呢 是的 有小孩到底好处是什么 我想了这个问题 那我认为有小孩 有三个主要的好处 哇 还可以点劣势 非常地有条理 一定要把它列表出来 大家才会比较知道 第一个我觉得 有孩子之后 你会带来一个 关系上的满足 因为那样子 亲子之间 爸爸跟孩子 妈妈跟孩子 那样子的一个 关系的一个满足 你爱他 他爱你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付出爱 接受爱 表达爱 我觉得那个关系上给人 本身就带来很大的满足 那我认为 这样子的关系 在家庭里面的体会 在亲子关系 当然 夫妻之间的爱 也是会带来很大的满足 但是 一个无条件的付出 在孩子身上 特别会让你带来一个 关系上的一个满足 这是 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在付出爱的过程当中 你也会学习跟成长 所以我觉得 第一个做了关系上的满足 第二个你的家庭生活 其实会更多的丰富 因为有时候夫妻结婚之后 虽然跟太太就是两个生活 其实也可以过得很好 但是也可以很丰富 没有问题 但是孩子 台语有一句话说 一个孩子比九个大人还要热闹 就是一个孩子 比九个大人还要热闹 对就是说 其实有一个孩子 他的创意 他的想法 他的玩具 他的跟你的互动 虽然有时候的确会 很吵 有时候 但是就是说 孩子带来的家庭生活的丰富 让我们觉得说 家庭生活更棒 还有在整个的付出爱 学习爱教养孩子的过程 让我们觉得说 其实我们更多的成熟 特别对父母来讲 我们更有责任感 也可以跟孩子一起成长 比如说距离以前 财富的规划 你会更有责任感 就是会变成一个 很man的人的意思 就是 就是会有成熟男子的 然后成熟女生的 那个感觉就是不一样 对 会更愿意 更负责任 好的 好的 那我们今天呢 还是要讲一下艾传协会呢 它是一个透过媒体的影响力 在影响 希望对这个社会 带来更多的正面的影响力 这个部分可以 请宁哥大概短短的 帮我们简介一下 好 那艾传主要就是在做一个 网路新闻媒体 那我们有推出一个新闻 叫风向新闻 那这个新闻主要就是在 传递在这个社会上 比较清流的新闻 特别注重新闻媒体 对年轻人的影响 是 所以大家可以Google 风向新闻 就可以知道我们看到 我们的新闻的平台 还有我们的FB 都可以来看到一个 比较清新的一个媒体 好的 风向新闻 大家要记得去看看 你会看到不同的新闻 可能不是你每天很习惯的那一些 可是有时候来点清新的 也不错嘛 谢谢 非常谢谢 县颖哥来到现场 谢谢 谢谢 拜拜 谢谢 谢谢